网上有很多文章都说伤咒王是好人,其实他们这一个平反是新一波浪潮,在新中国之后,毛泽东根本上早就替伤咒王平反了,重新肯定了他的攻击,伤咒王他是暴君的形象,比如说孟子也说过,杰仁者为之贼,杰义者为之惨,文朱一夫忠义,慰文是君也,但是毛泽东不是这么看,毛泽东是一名君主,是一名领导人,他与孟子的视野不同,孟子是读书人,读书人是讲正义的,但是毛泽东是讲社会稳定的,他说伤咒王,秦始皇,曹操当 做是坏人是错误的,其实咒王是一个很有本事,能文能武的人,他将东以与中原统一巩固起来,在历史上是有功的,毛泽东的总结就是后面的人抹黑他而已,历史是由胜利者所写的,毛泽东看伤咒王真的有惺惺相惜的感觉,他不仅要帮咒王平反,他帮曹操,帮秦始皇平反,在毛泽东眼中,焚书坑如不算什么,事实上焚书坑如在中国历史上的影响是很大,让我们看不到很多历史书,参改了很多历史书,将很多真相湮灭了,但是这些是统治者 统治者一定理所当然去做的,对上周王的评价,毛泽东是凭他个人的感觉去看待而已,不是凭文献也不是凭任何出土考古文献资料去看待的